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呢 对地方戏曲 给各位做个概念的介绍 地方戏曲 顾名思义呢 它是在整個中國大地上屬於某一個地區所延伸或者所傳播的細群 因為中國的服務員非常廣大 古代交通不發達 所以語言之間重視同一個語系也會產生由地方上的質變 所謂質變就知在生母、戒陰、原因、韻緯這些上面有所變化 所以在每個地方所使用的語言的旋律自然就不一樣 方音以方言為在題 所產生的語言旋律就是腔調 那腔調當然是地方上不一樣 因此我們說地方腔調 那各位也知道 戲齒戲齒 它的這個藝術過程的主題部分就是在語言音樂 齒就是語言音樂 所謂地方戲齒 就是具備有地方性、地方特色的語言音樂所產生的表演藝術 可見中國的服務員那麼廣大 地方那麼多 所產生的地方的戲劇會不會很多啊 自然很多 而它由於交通不發達在古代 所謂常侷限於地獄 極限於地獄 甚至於會產生怎麼樣 隨心隨滅 隨時呢 興盛了、滋生了 但是呢 也隨時都可能就摔落消滅 這種現象啊 其實自古而然 只是古代紀錄不多 所以所存在下來的很少 我們難以 這個 觀察它的全貌 那為什麼 我們都說 近代地方戲劇 所謂近代 拿我們先來核心的話 就是民國 清代 可以稱 近代 也就是說 地方戲劇在整個中國來說 清代以後啊 資深的特別繁散 而其實如果往向推的話 是可以推到 晚明 可以得到晚明 可以得到晚明 這個 它的時間啊 跨度 大概是這樣子 那晚明以後 因為大家 留意到這些 所以記載就怎麼樣 就多 不像古代那樣 不存在 而世上 古代 每一個時代 也都有每一個時代的 地方戲劇 所以概念各位應該要留 那地方戲劇裡邊 會不會產生啊 一種 腔調的之下 也就是說 它的音樂 特別為廣大群眾所喜歡的啊 就會產生這樣的腔調 然後 它就留步出去 留步出去以後 以為其他的地方的群眾所喜歡 啊 然後 其他的地方就變成它的留步地 那 剛才我們說過 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的 語言的特色 語言的這個 旋律不一樣 你一個 從假地 留步到雨地的 雨地有沒有自己的 語言特色啊 也有 所以必然會發生怎麼樣 衝突 乃至於 終於融通 因而產生質變的現象 就傳播過來的 也會質變 就被融通的 本地的東西也會 質變 那麼這種融通的質變 它就會產生怎麼樣 牆 你說 或者視聚立體 不外乎這三種現象 如果 假地 流過 到乙地 是乙地強的話 那麼 那麼 誰的特色還保留個溝啊 假地的特色 等於乙地的這個直線 就被它怎麼樣 吸收 含濃 消化 而 假地的特色 依舊 比較強使 但是有 假 含腸的乙的成分的 再回顧它 原生地來說 會不會又有一點不一樣呢 因為它有乙地的這個直線特色 那更強的它又流落到丙地 也會如刮炮子 但是這個假 所吸收的 那個就變成乙丙兩個直線 對不對 可是假的成分的還是強 這種現象呢 就會形成 以假 這樣的 這個 觀點的話 它就形成了 腔調系統 叫 腔系 然後 我們近代來說 那麼 那麼 像 原生於 甘肅 和陝西 交界地區的 隆東調 它的所謂幫子腔 然後 到西安 就變陝西幫子 然後 傳到 山西 就山西幫子 河北 河南 山東 都有 形成 河南幫子 河北幫子 山東幫子 可見 幫子的 腔調 勢力 是很大 對不對 它一路下來 都是以它為優勢 因此 我們就說幫子 腔系 它是一個 腔系 這個腔系 呢 一般又被 名為 聲腔 聲腔 所以聲腔就是 腔系的 別名 這是一種現象 那麼還有一種呢 類似 這個特立獨行的 譬如說 紹興 這個腔調 我們普通說 越調 對不對 越南的越 因為紹興 就古代的越口 就紹興 槍啊 留步到哪個地方 它都和別人呢 難以相容 特立獨行 也就是說 它不 污染別人 也不感染 怎麼樣 也不被別的 來感染自己 所以像這樣的一種 槍使 那又有一種呢 善於 與人相處 就像有些人 怎麼樣 大家都可以 一視同仁 像西批槍 就 河南 這個這個 由幫子槍 流傳到 無別襄陽的 襄陽調 我們曾經說過 這個 這個襄陽調 襄陽人 覺得它是西方 傳播過來的曲子 那襄陽人把 曲子 當作什麼 當作 皮兒 皮屋的皮 所以皮兒 因著西方傳來 叫西皮 西皮的名義是這樣 西皮 西皮 後來又漢怎麼樣 也是 幫子槍 傳到 江西 宜黃縣 宜南的宜 宜黃縣 產生的宜黃槍 這個宜黃槍 傳到 江這一帶 那個黃和王 這個因為 宜藍的宜藍 和一阿的阿 讀起來聲音很接近 宜藍的阿 都什麼呀 宜藍的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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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藍的宜藍的宜藍 宜藍的宜藍的宜藍的宜藍衹 可以本來各自獨立 後來如松如地和平相處 因為他們 恰好可以互補有補 嬉皮比較明朗 這個什麼呢 高額之切的生情 澳房比較什麼呀 哀丸 比較哀丸 淨怒的這個 申請 所以兩個之間恰好可以互補有 所以就和平共處 因此我們說過腔調 他互相的這個留步 這三種關係最多 就產生了 許許多多的這個現象出來 那麼地方系 因為以那個腔調 地方的腔調為主體的特色 所以 稱呼這個巨種 就用腔調來稱呼 所以黃莓調 古北的黃莓線 產生的黃莓這個腔調 黃莓調 那麼他的系就稱為什麼 黃莓系 懂了沒有 然後 哨星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產生的哨星腔調 它就產生 哨星系 那麼更早的 在奕陽 在奕陽 奕陽槍 的戲局 就叫奕陽系 同以海人系 還有 昆山系 魚瑤系 就是 以當地的腔調來命名 像這樣就叫 腔調巨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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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在這個地方 戲區裡邊 他 也有 也有呢 強而有力的 強調巨種 他會慢慢 流播到全國各地 啊 全國各地 形成呢 全民性喜歡的 劇種 那麼如果 他呢 又結合文學 形成一代的代表劇種 那麼他 那 就是等於 劇團的怎麼樣 盟主了 嗯 對於這種劇團的盟主 他 相對於 地方戲區來 就怎麼樣 就會變成 亞實的對比 嗯 因為這些代表性的 會不會經過文人的亞化 就經過文人的亞化 以文學 密切結合在一起 好 略是這樣子 那麼各位 所知道的 現代的 這個 昆劇 就昆山腔 這個 這個腔調劇種 流播 全國各地 被文人 所喜聞樂見 創作 相關的劇本 包括我所創作 像這樣 昆劇 他就叫 主流劇種 這種主流劇種 就不再被當作 地方戲 他 西皮二房 所結合的 皮房戲 因為他在京 北京 成立了 因此 皮房戲 在北京 精化 我們 就叫他 京劇 京劇也 流播到 怎麼樣 全國各地 成為主流劇種 他也 不再被 叫地方戲 所以 如此 各位可見 主流劇種 的一些條件 第一 他 流播的範圍 是不是限於地啊 還是全國各地啊 全國各地 第二 第二 如果像 昆劇 用昆山槍 來歌唱 那麼 昆山槍 這個圓 圓身哪裡啊 書桌的昆山線 它是 無語系統 口天吾的無語 無語 無語 是屬於我們中國 地方性的語言 無語 地方性的語言 別的地方聽得懂嗎 聽不懂 所以要成為主流劇種 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就要 官化化 就 無語 要結合官化 官化就是等於我們現在的什麼 在台灣叫國語 在大陸叫普通話 也就是說它 變成地方性的普通話 它 保留了一點無語的這個聲腔韻味 可是它可以使別的地方 講普通話 廣大的這個 區域的群眾 能不能聽得懂啊 能聽得懂 所以 像 無語系統啊 它就 押韻整個聲音 像水靠龍啊 像 元代的類似中原音韻 中原音韻 是哪裡的語言系統啊 中原 因為 河南地區當然官化於 游泊的地區 所以它就 這個叫官化吧 所以 昆劇所用 現在我們所唱的昆劇所用的語言 不是 書桌的無音啊 而是 書桌慣化 它才能夠 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聽昆劇 是不大部分聽起來 也是可以聽得懂嗎 可是有一些音 像人 它叫什麼 神 神 這個 臉 它都說 簡 好聲音還保留 那個 奴隸的心 同樣的情形 西皮阿保 河流的地方在哪裡 最早 也就是它變成皮方系 是在湖北的襄陽 那 那襄陽的音 就是 長江流域的官化 長江流域的官化 也就說它還是 一種 這個 官化系統 但是它官化系統 裡面 有這個什麼的 情味在裡面呢 有福管的 這種語言 傳播到北京 北京人 講的是 道地的怎麼樣 官化 它為了要 是不是要為了 使得這個 使得這個什麼呢 北京人的耳朵 聽起來更加舒服 所以 皮方系 在北京 也要精化 精化樹上 是進一步的 什麼樣 官化化 那麼來改造這個 就是 彈心培 你們知道嗎 靈界 道 它那時候是 幾國上下大家公認的 老生 天路 他 以他的聲論 地位 他就是 運武 運武 就拿北京 化的 十三道車 就北京的 押運系統 十三個運部 事實上和我們現在 國語是一樣 那 生武呢 他還保留怎麼樣 就保留了 胡廣音的那個 特色 所以你們 在學這個 京劇的時候 就會有 尖團音 對不對 尖團音 還有 尚口音 等等 這一些啊 就是 調適兩個 語音系統 保留原生地的 使它的 槍韻 還有 原生的 怎麼樣 的特色 可是呢 官化 化 或者精化以後 使得它更普及每個人的拉動 這種現象 就是 地方系 要化身 轉化為 主流巨種 全國性的主流巨種 所必然走的路線 各位注意 這個觀念很重要 這個 發現的 這個原理 是我發現的 而且是 旅室不爽 很爽 你比如說 圓雜劇 也是地方性的小細啊 發展出來的 像 北曲雜劇 這圓雜劇 它用的腔調 它原生的地方 幾先都誤以為 是現在的北京 事上不然 它是在 北宋的都城 汴京 就是我們現在 河南的哪裡啊 開封 河南的開封 和河南 開封旁邊的洛陽 以及現在的鄭州 這三個地方 就是河洛 黃河 落水的流域 就是古代的中年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中桌 那圓雜劇所用的這個韻部 是哪一本書啊 中原音樂 請問中原音樂 就是哪裡的人說的話 當然是開封一帶的中原地區 所以圓雜劇的原生地 不是北京 而是開封一帶 所以圓雜劇同樣 由北京的小紀州調 還有 湖北黃州的黃州調 還有玉劇調 還有玉劇調 等等這些啊 終歸於中原音樂 以它為標準音樂 而圓雜劇的主流的這個腔調劇 事實上就是中原音樂的那個 系統的圓雜劇 這些基本的觀念 地方性的腔調 要留佈全國成為主流的腔調 一定要把地方性的 往哪裡靠了嗎 官化化 靠武才能成就 有人說我們台灣的鴿子系 能不能夠 留佈全國啊 它缺少哪一點啊 緬南化 能夠使全國人都聽得懂嗎 那緬南化把它官化化 就是我們現在叫做台灣隔語 對不對 台灣隔語 台灣隔語還是聽不懂 因為緬南化地方性 時代怎麼樣 太強 地方語言 廣東人說官話 天不怕地不怕 廣東人說官話 也就是說廣東話 要把它官化化 其結果怎麼樣 你看 你還是莫名其妙 我在初中的時候 一位老師 我記得很清楚 他是廣東人 他說商船的漁網 我怎麼聽到商船的漁網 商船怎麼還有打魚的漁網呢 後來終於都明白 是生存的漁網 你說他講的這個官話 你怎麼聽得懂 所以廣東話只好是樂句 對不對 我們只好是鴿子系 這個名 湖州的名句 就只好做第三線 這個是 如此 這般 這是我們現在的 整個中國的地方戲曲劇總 每一次統計都不一樣 不一樣的緣故有什麼 第一 十年前十年後的 會不會有 有這個什麼樣 心內之間 有的已經 消失了 有的呢 新起來了 這個近代 消失的多 新興的幾乎快沒有 為什麼新興的快沒有 沒有 因為新的媒體 新的娛樂 新的娛樂 不再像以前 不是地方 農民生活的踏搖 它要產生的藝術 幾乎快要變靈了 因為這個現代化 所以 近代的地方戲曲劇總 是逐漸凌落 因為它 資深 在成長的 不敢說 完全沒有 事實上 比數是越來越少 這是第一 第二 有些人對劇總的概念 沒有弄得很清楚 比如說這一次 我們在 這個 世新大學開了一個 兩岸的 這個學術會議 我做了一個專題講演 其中呢 大家提出來啊 說我影響學術界很大的一個 地方 就是提出 戲曲有小戲大戲的 這個之分 這兩個概念的分野 那我的朋友呢 廣州中山大學的 這個 康寶城教授 他說他們的師生 曾經拿我的一些 學術心觀念 做論題 全面討論 其中 有一次就討論我大戲小戲 是 論了我的分野 有好處 有些 有些多他們也肯定 可是有一點 他們說 對於小戲的介意啊 有時候不夠清楚 他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木偶戲 皮影戲 也屬於小戲啊 我當時心裡想完蛋了 你們根本沒讀懂 這一個 劇種裡 小戲 大戲 合成是 人眼的人戲 木偶戲 皮影戲 傀蕾戲 布袋戲 这是偶人的演出的偶戏 所以偶戏、小戏、大戏 是戏取艺术为基准点 所分出来三种类型 你怎么把小戏和偶戏相提辩论呢 他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而这种现象因为他迷失于大陆一些学长 包括做小戏第一个研究的地方小戏研究的一位学长 廖斌之类的 这是在不同基准上的 所以这个对具种的概念学者因人而异 也常常各有所见 因此统计出来调查都不一样 每一次都不一样 我根本没有去做前面的调查 因为太广太大 他们大陆人多 如地方线向中央会报比较容易 可是少说两三百种三百种都还存在 可见地方戏群现在在各地 所以还是在逃避 还是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 我曾经写了一部相当大的书 最近要出版 地方戏群巨种眼镜史考树 戏群巨种眼镜的历史 是经过考证来论述的 所以 戏群巨种眼镜史考树 有一个 先生呢 就提出说 戏群巨种那么多 怎么考树得完呢 他不了解 像地方戏群 戏群巨种 作为戏群巨种里面 他是一个略形 在这个略形之下 他是有 如何原生 如何形成 如何发展的 基本的 共同原理 那么这个共同原理 你把它找出来 一下子 一下子 两三百种都结束了 都理清了 所以 这个就是 因为没有做 全面的观照 去梳理 只是明念一摊 树母子 可是 整个原流来说 中国历朝历代 事实上也是在几个 基本的巨种 原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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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巨种之间的 一种交流 碎变 所以是可以把它建构起来的 建构起来 而且这样统绪非常分野 但是 由于戏曲的研究 才百年而已 在这百年里边 学者 从事的 可以说文革以后 才发达 在文革期间 中国读书总之 就是 几乎要被江青这个女人 被 被让说她女人 女人男人都差不多了 被江青 这个摩托 差一点把它毁灭掉 一个人可以毁灭文化 所以 不管哪一边 有人要毁灭文化 我是一定反对的 因为文化 是累积出来的 一旦累积出来 它有统绪的 可是一旦被毁灭 要再生 要复兴 多难之又难 你看我们 就拿台湾来说 已经 丧失了多少鲜明的文化 因为我们没有去重视它 没有去维护它 没有去维护它 它就凌落标凉 再不前 你比如说 真是中国人的艺术瑰宝 南管音乐 这个南管音乐 在台湾以前是家旋附送 这种 当作民间的一种 这个什么呢 日常生活的一种 一种 遗热凭借的 只要投入南管音乐 它本身就是善良的 是和平的 这种族群 可是现在你看 整个台湾 剩下的乐团 非常的灵绕 还好 我当年其力 维护保存了一位 叫台中的无数侠 没有我把它奋力争出来 它现在就不能在那边 船土塑地 维系啊 台湾南管音乐 音乐文化的那块净土 像这些 你看北管音乐 我们下礼拜都会谈到 也同样的重要 所以这个凋零呢 是很可怕的 就是因为无心 它就凋零 因为好的艺术文化 把它威胁做 虽然它不能完全融入现代生活 但是成为你以前 灿烂灰文化的表征 存在那边 祖孙后代都可以瞻仰 都还可以聆听 是不是觉得很丰富啊 可惜 政府 都是 当政策 文化一张政策 一张什么 文化一张公式来办理 就完蛋 可是我们就是做表现的工作 你想我当年这个给他们 费了很大工 录制的很重要录影带 现在文件会找不到 因为它归党嘛 文件会办公室家就掉一些嘛 到后来就没有 也都是令人感叹 所以地方戏曲啊 呃 现在 在 中国大陆 也是面临这样的现象 因此在 八 九零年代 有一次这个什么呢 叫大陆举办了一个 我这个书的后边有 举办了一个叫 天下第一团 的会议 请问什么叫 天下第一团 就是这个剧种 只剩下那么一团 这一团解散了 就没了 唯一的一团 美其名为第一团 就是中国人的语言语言 你看 我要挽留我们台湾的第一团 有费了劲 结果消失的 像高甲系 台湾的高甲系啊 和大陆的高甲系 台湾就保留原汁原味的高甲系 好不容易圆林 有一团 我一定要去把它维系住 可是它冷漏到什么程度呢 我说给你们一天 他们因为政府要保护他 结果就在一个庙的里边的 附属的一个剧场演出 我去看 我因为要保护他们 就去看 结果观众只有几个人 一个 我觉得这个唯一的观众怎么 半躺翘着二郎腿 半躺在椅上 翘着这个腿 这么看 原来他不是观众 他是 卡车书籍 所以 印那个什么来的 印他们的道具来的 他在那等细善要运回去 所以等你 观众也 那我呢 到 圆林去 你们知道你们曾老师是比较 习惯性的就是 当地的朋友吃完喝完酒 啊 去看 我的天内调查就这样 去看 他们后来呢 知道我来了 哇 就开始有精神演就看了 因为我听得懂 看得知道 觉得他还是可以保存的 他演的还是不错的 高甲戏的这个传统都还在 因为高甲戏啊 事实上就是 南管戏加武戏 啊 武戏的这个 的这个演出方式 所以 就设法把它保存露营 让他还可以 尽量有机会 在文化 这个活动里边 陆连演出 可是把它录好以后 不久说 这个团要解散啊 缘故什么呢 她的那个女主角 就是团长的媳妇 团长的儿子 疑情悲恋 这个太太一怒之下 就逃走了 没有女主角 就唱不下去 你看 一个 台湾高甲戏的第一团 就这样子消失了 还有 还有 在宜南有个叫 四平西 我在林建区 请她来看 我就觉得这个四平西啊 怎么太接近这个什么 批方式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 它事实上是以批方式改成的 四平西 老的消失 因为四平西 起码我们书本上它的特色 文字上都 都可以考察出来 但纵使这样的四平西 它叫宜南英四平剧团 我 从德国回来以后 因为我这个活动 到民国七十 五年 到民国七十五年 后来我到德国去 客座了半年 回来以后 我说四平西也没有 缘故是宜南英去世 我就访问她的媳妇和女说 你们有没有办法 把她再恢复 说可以是可以啦 还要找这个什么呢 现在散漏在各地的原来的班底 或者宜南英的这个 这个徒弟被 凑合凑合 那你看把这些人 要凑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巨团 把他们现在 活生的使他成为 怎么样 另外一个 都放弃来这个 这个要花多少钱 所以呢 我也没有很热心去把它促成 就消失了 所以各位想想看 这些在 台湾的历史文 这艺术文化的这个 立位上 都是原来很重要 你看南北管一下的凋臉 这些 这些 现在只剩下什么 一个鸽子戏 等一下再说 这个 有关台湾 我们下个礼拜大概会谈到 也站着说 地方戏曲的延伸 小戏 世上就是像我们所说的 小戏就是它的怎么样 它的婴儿起 它的原生的这个 时代 就是小戏 小戏的原生 是多元性的 这个观念各位 以前的研究啊 不明白这一点 它是多元性 它是多元性 它多元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主要的 主要的现象 你们想一想看 戏曲 是与什么为核心啊 与曲为核心 就明显 那么曲和什么有关系啊 歌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所说的 这个 室温学里边的最核心的 那个什么呀 歌谣 对不对啊 说歌谣 就论小戏原生的 那个主体元素 歌谣一定重要 好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所讲的歌谣 歌谣 歌谣 是不是和地方线 有没有一些关系啊 那我们中国 各地都有歌谣 歌谣 又歌谣 形成一个怎么样 一个 统绪 比如说北方的歌谣 北方的歌谣 以什么为 为成啊 共产党 刚刚开始的时候叫什么呀 央歌王朝 好 所以北方就是央歌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说给各位听一听 当年两岸不思 我们称他为共匪 他们称呼台湾为怎么样 蒋邦 反正都是盗匪之类的 邦是什么邦派 那姓蒋的邦派 那 我们 他们派到台湾 我们称匪谍 我们的 这个工作人员到大陆 他们叫什么 国特 国民党的特务工作 国特 有一次要抓国特 听说 哎 这一列火车里面 有国特 那要怎么抓啊 火车停下 找一个宽广的 就北方宽广的这个原野 稻田 通通就集中在那边 然后就开始放柳洋歌 音乐一放柳洋歌 所有的人都会柳洋歌 只有两个不会柳洋歌 一抓就抓到 所以你看 这个柳洋歌唱洋歌 那为什么叫牛啊 牛就表示踏摇的哪个字啊 踏 对不对啊 就是一个肢体的 韵力的不大 你看它的普及性 全民性 所以牛洋歌 所以牛洋歌 这样的态 加上 当地很简单的故事 王阿杰 王阿杰想要嫁人 王阿杰 家来后呢 回娘家赶鱼子 王阿杰呢 推磨 做劳作 王阿杰去这个什么呢 跟情郎去摘南瓜 或者呢 去钓青蛙 那些都是小戏的故事材料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戏是 地方上的怎么样 生活里边的所事 手手碎碎的事情 很简单 很什么 然后 然後以這樣為素材的這個做情節故事 你釣青蛙一出去釣青蛙 釣到青蛙然後什麼抓不到青蛙回來 是不是故事啊 也是故事啊 兩個親家見面 起先來喝喝吵 後來吵起架 越吵越打一架然後回家 是不是故事啊 像這些就是民間小事的情節故事 他們唱的就是那些容易囊囊上活的這個歌唱 聲斷就是 踏來搖去踏來搖去 反覆這樣動作的韻律而已 好 北方是央歌 因此央歌詩 是 長江流域 又有一種什麼啊 打鼓 打鼓 節奏 打鼓的技術變化多端 因此把打鼓叫什麼 花鼓 花就是 變化 花就是 理所 土質 那它有花鼓 的這個名歌 因此 因此就產生了花鼓 性 長江流域像湖南江西都有花鼓性 我們中的東南 東南像福建 浙江 一帶或者是江西南部 這一些 山上產熟最多啊 茶 茶 茶就是什麼啊 採茶吊 茶歌 男男女女 太陽出來 上山就採茶 魚塑唱情歌 從這一山飄到那一山來 這就是茶歌 採茶吊 魚塑 就產生了 採茶 戲 這都小戲 在西南地區 像雲南一帶 元宵的時候 最盛行花燈 小孩子提著花燈 後來慢慢的就形成 提花燈唱歌跳舞 魚塑有花燈 調 因此就怎麼樣 形成花燈戲 所以各位 四大戲 北方 採 央歌戲 長江流域 花鼓戲 東南採茶戲 西南 花燈戲 這就是說 由歌藥產生的 這個小戲 西方 那這種呢 是 佔歌藥啊 最大的成分 對不對 佔小戲原生的 最大的成分 那麼也有什麼呢 那麼像這個歌藥 最早的 最早的 在中國歷史上 最早的時代 可以敷衍的 就是 從北齊 到水 到唐代的 有一種戲叫怎麼樣 踏搖娘 踏搖娘 讀過這個沒有 我們也講過了 踏搖娘 你看踏搖娘 她用什麼做名義啊 踏搖 可見她是採取一種演出 這個男扮女裝的這個主角 就叫踏搖了 因為她 踏搖來演出歌唱 踏搖演出歌唱的時候 還和周邊的 觀眾唱和在一起 互相搖槍 就要注意 這個搖槍在我們中國的 音樂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種藝術 搖槍的不同的形式 就使得歌藥有不同的特色 搖槍的各種不同藝術 就使得這種戲曲劇種 產生了各自的藝術特色 所以搖槍是很重要 而搖槍像這個踏搖娘 就很清楚明白 這故事我想 我不必再說 踏搖娘 第二種線索呢 有些啊 就從香古 雜耍特技 延伸出來的 一種 雜耍特技的遊戲 然後延伸出來 比如說 竹馬戲 本來是小孩 過元宵過什麼 真是騎著一個竹馬 竹馬各種形式 做成一隻馬那樣 綁在頭在前 圍在尾巴 腳就是在你的腳上 這樣呢 學著馬的各種動作 後來把這種動作 融入到 踏搖歌唱裡面 就形成了所謂竹馬戲 那麼竹馬戲 就不一定要騎竹馬 它只是它的原聲是從這裡來的 來的 竹馬戲啊 在記載裡面 像 閩南的張州 就有竹馬戲 這種考察下來 是南宋的時代就有 南宋的時代 在我們台灣呢 也有 這個 新營 土庫里 也有一個竹馬戲團 這個竹馬戲團 它擴充 一馬擴充為十二生象 老鼠 出乎後頭 然後龍 龍蛇馬 這個十二生象 它起先 也在身上的化妝顯現出來 現在乾脆就把它印在衣服上 就變人的這個動作多了 這個劇團 幸而呢 有一位 這個校長啊 土庫里 土庫國小的校長 他 把它當作 學校小孩的課外活動 把它保留下來 那麼那些老師傅 教小孩 他們頑固到 許多禁止 我韓斯德意教授 另外我幾個徒兒 去調查的時候 經濟百端 不是德意教授 他們很能勾頭 打成朋友 所以幫他們很大 把這個 替他們 做新衣服 把這個土庫 保存下來 那 他們說 是兩百多年前 從山東傳過來的 可是我就覺得奇怪 山東怎麼有竹馬式啊 後來我懷疑 搞不好 山東就是東山的錯誤 這個是學術的觀念 因為東山就是 張州外海旁邊的一個小島 就叫東山 我也到過東山去考察 當年呢 我們 蔣介石要反攻大陸 派遣的大軍 空降的空降 結果呢 被人家老早 發現了 你的這個情報 包圍起來全軍護沫 你在這個地方 很悲慘 都不敢說的一個戰役 因為沒有一個回得來 那邊就有殘存的竹馬式 因為 張犬文化影響台灣太大了 那為什麼 東山會變山東呢 因為 東山啊 現在台灣老婆姓 不知道東山在哪裡 而 被共產黨打跑到台灣來的山東也最多 所以就 錯亂 變東山 變山東 是是這樣 所以像這個雜耍特技 啊 你們 如果將來我們一定看這個錄影帶 台灣有一種這個什麼呢 採敲 採高敲 採高敲 採高敲裡邊啊 就有化妝的一種細出遠處 也是雜耍特技 這個如果我們把它追溯到 追溯到更古老 在漢代 有個東海皇宮 東海皇宮 這個故事 就是說東海駿 有一位姓黃的老先生 他自己覺得 他有超人的能力 可以 降服 大蛇和猛獸 後來聽說啊 這個 東海駿出了 大老虎 他就 乘著 乘著喝醉酒 拿著他的刺巾 黃銅打造的刀 綁著頭上綁了一個這個什麼呢 紅色的頭巾 上山去就要和老虎 他要鎮壓降虎老虎 結果就和老虎搭起來 結果就被老虎吃掉 像這樣的一個故事 你看看 像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人辦皇宮 是不是也要一個人辦老虎 兩個人打架 是不是一種武術雜技的動作 有沒有故事的結果啊 有 結果就是 皇宮 被老虎所殺 所以像這個東漢這樣的一個小戲 就是我們以雜技為單元為基礎 產生的怎麼樣 和現在的竹馬戲 產生的小戲 你看這個自古以來 拿人的表演來說 進入戲區最接近的是什麼樣的情況啊 是不是宮廷有一種叫 宮廷有一種叫排優啊 宮廷排優 他呢 他呢 能說下道 說的話 給這個什麼呀 君王一聽 都墮樂了 有時候嘲弄嘲弄君王 反正樂歪了也無所謂 所以沒有 什麼叫治罪的 這叫一奉建於鼓雞灰水 那在這時候 他一定會加入一些歌唱 可笑的聲斷動作 他說話的時候 代言本身就是 用自己的口吻說的 所以 合乎了 小戲的那個 條件內行 所以我把這些啊 叫做 宮中的幽靈小戲 請問現在有沒有 你們都知道說相聲 對不對 說相聲兩個人對口什麼什麼 如果把說相聲的 編入故事兩個人來演 是不是有一種小戲的情況 好 這種小戲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閃爍 用嘴巴說話 而特質是古蹟灰血 對不對 那個武術方面的 就在雜跡 雜跡 雜跡 是為它的特色 像踏搖兩個 我們說秧歌啊這些 又是以什麼為 為主要的啊 以歌舞 對不對 民間的踏搖 歌舞為主 所以小戲的原生 主要原生 主要原生 不一樣 原生出來的小戲劇種 就會不會有各有特色啊 注意這是很重要的 主體原生不一樣 小戲劇種 小戲的這個 就會有不同的職性 不同的藝術特色 那可像我們說的三種呢 還有一種 說唱藝術 剛才我們也說啦 像說相聲 小型的曲藝 有故事啦 有這個代言啦 轉換過來 所以這個在語言上的特色 如果呢 宗教 宗教呢 最原始的宗教啊 就是挪 什麼叫挪呢 我們古代 流行病啊 瘟疫 都說叫瘟疫 世上是怎麼樣 是流行的 每一年什麼季節 都有一種 流行的這個 流行感冒 這感冒叫什麼 流行感冒 流感 簡稱流感 就是流行性的感冒 每一個時代 你看以前有鼠疫 老鼠產生的鼠疫 或者麻風 等等這些啊 在古人覺得 他可能是一種 什麼大自然的一種 不可告知的 那種邪 所以要把這個邪氣 驅除掉 自古以來 各種民族都有這種儀式 驅除蛇魔妖氣的儀式 就叫挪 因為那個蛇魔妖怪啊 你要把它驅除 就要比他更 兇惡的 那個 另外一種 這個 惡獸 所以你們在這個墳墓裡邊 會看到一種奇形怪狀的 正木獸 這些就是什麼樣 叫避邪 就使得這個邪惡的這個妖魔 看到他 就逃避了 所以之稱避邪 那中國第一個避邪的 就叫做方向式 四方八面的方向 四方八面的方向就是 不是 向方的向 方向式 它呢 是帶著黃色的 對黃金的銅打的面具 四個眼睛 黃金四目 朱衣 衣服紅色 黃 然後這個什麼呢 黑色的群組 懸賞 鎖中拿著 這個 這個 這個胡桶 做成兵器 去驅逐 這些妖魔血神 我們台灣 在 有一些習俗 在台東 有些什麼 炸什麼 炸韓燈 那個韓燈呢 這個名詞 就是古代 的那個血 啊 血 所以呢 外星用那個什麼 鞭炮 炸它 驅逐它 這個韓燈可以考證出來 我考過 一下忘了它的根源 活在 活在 貴州 也帶學生去做會去調查 他們呢 呃 呃 貴州的 的那個土家族 啊 他們 有一次什麼老 什麼頓節 哎呀 納頓節 納頓節 也 也就是 大家 在那邊 這個 驅邪啊 記住 歡樂啊 全身的人 什麼都不幹 就喝酒跳舞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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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表演節目不停 酒也隨 隨 隨死隨地都喝 老老少少 阿公阿婆都不穿 我也和他們喝 呃 我也和他們喝 呃 我和他們喝 喜嘗味 也 喜嘗味那時候不太能喝 呃 沒像我呢 還可以 那他們 我也跟著他們怎麼樣去幹什麼啊 追隨他們就是什麼 哎呀 老虎 裝扮成老虎 啊 我還要去查我的那個 當所謂的記錄 我寫的文章 叫什麼 兔 好 這十幾個人 也跟阿彬去 身上都幾乎赤膊 穿著短褲 啊 畫著老虎的形狀 就這樣在山裡邊 走啊 跳 喔水鍋啦 哇 我那時候也要跟著他們跳上水鍋 翻上這個牆 短牆 欸 跟著他們翻那條 我只是沒有 沒有裝扮而已 就跟著他們看他們怎麼搞 哦 原來一樣 他們就足家哀戶的 拿著這樣 到人家房間 敲敲打打什麼 竹色什麼 竹籃啊 什麼 弄一弄 又跳一跳 又倒飛架 就著驅血 所以這一種 你看 我們的舞王也 有沒有啊 台灣有一種這個 計神活動 舞王 一個五個姓 大本營 在台南 原來在北門一帶 現在移到了麻洞 五王廟 五王廟 都是出來巡遊 神叫巡遊 各鄉鎮 這樣巡遊 包括媽祖人 出來各家各家巡遊 去掉 所以你看這種習俗 從方向式到現在 各位方向式 文獻記載 在桌禮裡面 桌禮的時代 起碼是藏國人間 這是文獻 可田野考古的方向式 在中央研究院的十一所的 考古寺裡面 我還去看過那個 黃金樹木的 棚面具 從殷墟大墓發現出來 殷墟大墓是民國初年發掘的 距離現在三千五百多年前 方向式的面具就在裡面 你看這歷史多長年 多長年 方向式 拿著他的 割和盾 驅除什麼 開始率領他的羅洛 去做驅除的動作 所以說 到了 墳墓那邊 在墳墓的 關闊的視角 悄悄打打 就是 驅除 學魔妖怪 我在這個 孟江宇裡邊 也寫到 孟江宇希望他的 他的 他的那個小 小孩子 不是為了看他 結果死在他華語嗎 他唱的 就是說 詩面 什麼 方良 就是這一些 尤其方良 就是 專門抓人的 鬼魂的 這種 這種 妖魔 學生 你把這個 驅除了 然後 生意回去 本身也是 一個 小物質 他 有沒有唱歌 不知道 有沒有 代言 也不清楚 但是他已經是 戲劇 是戲劇 所以 小戲啊 也會有 從這個什麼呢 奴儀 就 驅奴的儀式裡邊 延伸出來的一種 戲劇形式 所以我把它叫奴儀小戲 奴儀小戲 奴儀小戲 所以 總和起來 你看有 歌謠 踏謠 有雜誌 有這個什麼呢 手擺微主體的 小型曲藝 有挪儀小戲 等等這些啊 做根源 當然還不止這些 好 所以呢 你看 小戲是不是 許多根源啊 都可以資深的 但是因為他 藝術非常簡單 藝術性很簡單 百姓喜歡 他就不停的下去 百姓怎麼來 不喜歡 或者什麼 他就 消失了 所以小戲 還有一個特殊 就 隨生隨滅 多元病治 隨生隨滅 所以小戲 就是 這個 等於我們 藝術的一種 根源啊 會摧拉扯 你看 小戲的故事 是不是很簡單啊 小戲所表現的思想念 這鄉圖生活裡邊的 怎麼樣 的情懷啊 或者思想理念 很庶民性 小戲的 藝術 是不是很出擊啊 都要踏搖 大太 這樣 有一種內涵 故事 很簡單 演員 很少 一個兩個三個 都可以 所表現的思想念涵 非常的相讀 還有基礎而已 這就是我們所謂 地方戲區裡邊的小戲 但是小戲的延山 是非常古老 我們剛才說的方向式 如何做戲劇小戲來看待 那三千五百年 所以這個小戲啊 是這樣的一種執行 小戲發展成大戲 有他的 理路的 把這個理路也很簡單 我們掌握了 讀書做學問 就是 掌握他的沒落 提綱就可以切 不出這些 不出我書本上給你說的幾條線條 但他的原理 是這樣的 如果說戲曲小戲 戲曲小戲就 隔歌舞 或者歌舞樂 大原體啊 有真正戲曲的那個規模 叫戲曲小戲 這個起碼呢 是在 屈原的那個時代 就是你們讀都讀過九歌有沒有啊 七元的九歌 九歌不一定是七元做的 但是 在七元那個時代 以他對楚國他的這個詞語造詣 經過他梳理過 是很可能的 很可能的 那麽這個九歌呢 就是祭司 楚國的 從我們所謂上帝的東皇太一 到太陽神啊 香水神啊 還有黃河神啊 以及山鬼啊 或者是作戰而死的國殤啊 這些英雄 為國犧牲的這些 英雄壯士啊 號稱九歌 四上加上開頭的 他可以說是個小戲曲 小戲曲所有開頭的影子 到最後的尾聲 其實是十一所的 十一所歌影 我把這個叫做什麼呢 已經是小戲曲 一種民間大型的歌舞小戲的演出 他是代人 由哪些扮演呢 由這個 烏和戲 烏就是 烏就是女烏 戲就是男烏 他們裝扮成各種神奇 然而 唱歌跳舞 對唱 有化妝 有化妝 有樂器的伴奏 而且是代人體的對打 所以這個是個小型的 一個小戲接一個小戲 太陽神 太陽神 河伯河伯 然後 香水神 南陵香水神 山鬼都有不同的這個神奇 一出一出這麼遠 我把它叫做小戲曲 小戲曲在中國歷朝歷代都有 我們現在客家戲 或者車庫戲也都有小戲曲 這個呢 這個呢 講台灣事情說 我在 懂充 所以 這樣算起來 也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所以以前 因為學術研究文學 都掌控在懂洋人 洋文的洋人手中 這些懂洋文的中國人 他們因為受西方教育 難免就會受他們影響大 就像我們的音樂界的 許常惠馬水龍等人 到現在如昌花等等 受到哪裡的營養大 西方的 所以以前可笑到什麼程度 你們台灣 藝術大水 板橋藝術大水 中國音樂系 既然都在彈鋼琴 沒有一個真懂中國 中國音樂的 偶爾看 很可笑 恰好你們斯德宇老師拜我為首 所以 說西方影響很大 他不知道中國音樂有多了不起 有多長年歷史 同樣的戲劇也一樣 一天到晚說中國戲劇成立多晚 他不知道你所說的中國戲劇 戲曲的定位是在哪裡 中國戲曲為什麼會那麼晚 有他晚的緣故 因為我們的藝術的元素 我們藝術發展出來的那個精緻度 是超過西方的 你那麼多的元素 要把它融會在一起 成為一個綜合有機體的藝術 這有多難啊 所以不了解這些 輕率的來 來淹滅我們自己 自己的傳統藝術文化 就是遺憾的事情 我現在慢慢的 尤其像我這種 這個大文化 中華民族 大中華民族藝術文化觀念 是不停在糾正這點 提供各位參考 因為他要來接我 今天提早分論 謝謝各位